零件拆解後一字排開 喇叭 鏡頭 電池等等 想更換哪個零件隨心所欲 將零件模組化 降低手機修復困難 主打最環保的5G手機 永續手機品牌首次由台灣電信業者 引進台灣 相信在這次我們引進這麼環保的手機接受程度 應該會是有很大的突破和提升 綠色供應鏈成為近期關注話題 電子產品業者也紛紛搭上減探潮 手機大廠蘋果表示 iPhone14所有相機排線都採用百分百再生金 主機板焊料百分百的再生錫 天線製造材料來自回收水平等 也能透過機器人將舊iPhone拆解成可回收零件 蘋果拼2030年所有產品達到碳中和 三星則是從智慧型手機製程中 利用被丟棄的廢料開發出再生鋁材 應用在Galaxy智慧型手機支架 和其他內部金屬零件上 因為在台灣可能大家感受沒有那麼深 其實以目前在整個歐洲的國家 接下來在美國一樣都是 他們對於整個環保的議題 他們對這個要求是非常的嚴格 那也就是為什麼現在我們陸續看到是說 在其他廠牌 譬如說像Apple 譬如說像三星這些大廠在歐洲 他們都會一樣面臨到考驗 全球喊出劍零減碳 各大科技場也加快腳步 勢必要跟上這波綠色潮流 新唐人亞太電視 高建倫 曾欣敏 台灣台北報導